欢迎大家来到神迹时刻 这是一个满满耶稣的频道 我们心里想的是耶稣 我们感谢的是耶稣 定睛的也是耶稣 领受的也是耶稣自己 我们不是追逐神迹 也不是追逐金钱财富或成功 我们追逐的是耶稣 所以我们不是成功神学 你知道差别是什么吗 成功神学解释的是 你有没有钱 你有没有好的业绩 你有没有位高权重 你有没有健康 你有没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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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以此来证明 你有没有被神爱 或是你有没有爱神 或是你有没有问题 不 那些都只是礼物 我们要追求的是那位有位格的耶稣 就像牧师所说的 我们爱的是耶稣 只是耶稣刚好是大不好 我们不是爱他的钱 是爱他 而我们真心爱他 他也乐意将那些礼物赏赐给我们 阿们 阿们 如果你爱的是礼物 你知道吗 你的礼物永远会少一件 因为只有耶稣能够真正满足你 阿们 今天神要我们经历的神迹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张先知性的绘画 谢谢同工 看这张图 上帝给你的应许一直都在 从来都没有落空 这就是上帝带亚伯拉罕去看的画面 创世纪15章5节提到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 说你向天观看 数算重心 能数得过来吗 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阿们 上帝已经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 在13章的时候就跟他说 你的后裔要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当亚伯拉罕打败四王五王的时候 但亚伯拉罕还是问上帝说 我既无子 你还赐我什么呢 所以这个时候 神没有骂他 乃是带他去看满天的星星 告诉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甚至到后面 亚伯拉罕他为了神 神告诉他说 你要献上你的独生子以撒 亚伯拉罕照做了 但是还好神最后没有杀了他的以撒 甚至对他说 我要赐大福给你 你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心 海边的沙一样 可是那个时候 他只有以撒一个人 可是他这个时候 他就是完全相信了 而且神如此再三跟他保证 因为上帝的应许 一直都在 从来没有落空改变过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这个不论有多少 就是无论多么的多 在吕正中一本有提到 这个翻译就是 无论多么的多 也许你会觉得 上帝给你应许 好像好大好大好大 怎么可能 可是神的应许都是是的 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是确实的 阿们 不会因为你觉得不可能 上帝就不给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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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就是应许你 要使你蒙福喜乐 他应许 他应许一直都在 从来没有落空 因为在他没有改变 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的话语都是真实的 他要祝福你 他要祝福你 就是祝福你 阿们 阿们 所以如果 你也想要这样一个蒙福喜乐的人生 或者是在你的应许当中 你还在等待 你觉得你好像 有些灰心的人 我现在要来为你祷告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你这样子的祝福亚伯拉罕 我们知道你也要这样的祝福我们 即便有时 我们在这个等待的过程 我们灰心了 我们上志了 可是神 你却从来不会责备我们 乃是再一次的指出 你要给我们的应许 给我们看 主啊 我们就知道 当我们定睛你 仰望你 我们知道 我们的末后是有指望的 我们知道 我们必能得着那个应许 主啊 不是靠着我们 乃是靠着耶稣 已经完成的工作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是艺人 艺人是承受产业的 神你应许我们要过一个丰盛 美好的人生 主啊 你的应许都是是的 必定要成就 我们要承受产业 谢谢耶稣 你喝的美好 你的应许 必不落空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神 你已经灵受了 阿们 也感谢大家 从世界各地 加入神迹时刻 不论你是在 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不论我们有没有时差 你要知道 你所留下的带导事项 都是有用的 而且我们的神 不受时间空间限制 不论你是现在看到神迹时刻 或是未来看到神迹时刻 你要知道 你一切的需要 神都看见了 你的带导事项 不论带导团队 有没有立刻的回复你 可是重要的是 神看见了 神要为你成就 那个你觉得很困难的事情 可是神说 祂可以为你成就 祂要祝福你 祂要祝福你 因为你是祂所爱的 祂是祂的宝贝 所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阿们 愿神迹时刻也成为你的帮助 接下来让我们用这首宣告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为何有门 我为何烦恼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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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依旨 耶稣 我的供应 你是我 一切所需 耶稣 祢是我的供应 祢是我的力量 祢是我的喜乐 祢是我的书 祢是我祢 我为何有门 我为何烦恼 我为何烦恼 仰望深我的心啊 不要看风雨 但要遥望你 你笑脸帮助我 我要宣告 耶稣 我的平安 耶稣 我的依旨 耶稣 我的公义 你是我 一切所需 耶稣 你是 我的牧者 你是 我的力量 你是 我的喜乐 你是 我主 我王 你的花语 是我的自由 你的心发使我 有平安 你成为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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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赢许我彼得的威严 你成为宗主 为使我蒙福 基督的我隐行的舍 奉耶稣命我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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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迹就在你口中 当你开口宣告神的话语 神的应许必定要成就 接下来我要分享祷告经的见证 有弟兄姐妹写见证进来 她说她的妈妈 常常有胃肠不舒服的情形 她就用祷告经为她的妈妈来祷告 还带着她的妈妈一起来唱诗歌 当下就比较好了 感谢主 然后我也有一个见证要分享 就是我在礼拜五上班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的腰跟屁股连结的部分 突然觉得好痠痛 当我蹲下跟站起来的时候 就会觉得好痛 变得只能够慢慢的蹲 慢慢的起来 感谢主 我身上随时都有带着祷告经 我立刻就用祷告经来祷告 宣告因耶稣所受的鞭伤 你已经得痊愈了 然后我就凭着信心站起来 一边工作一边跳舞 还一边扭屁股 结果同事就问我你在干嘛 我就说你看我的小屁股 结果同事都笑了 我的腰椎和屁股痛也都得痊愈了 赞美主 这是恩宠教会的祷告经 上面都是写着神的话语 因耶稣的鞭伤 我们已经得痊愈了 耶和华拉法 他是医治的神 然后两旁边也有圣经的经文 有人拿保罗的手经 按在病人身上 病人就得痊愈了 邪灵也都出去了 病人来求告耶稣 求耶稣 要摸耶稣的衣裳碎子 结果这些病人完全都得医治了 哈利路亚 神的话语就是这么的好 这么的有大能 那我要再次的强调 祷告经它不是圣物 但是它是神的话语充满在其中 是神的大能完全彰显出来 只要你定经耶稣 你便能看见超自然的神迹 其事亦能发生 阿们 阿们 那现在有祷告经的弟兄姐妹 可以跟我们一起拿着祷告经来祷告 你可以放在你任何有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我们一起来宣告 奉耶稣的名宣告 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 代替了你 承担了一切的罪 定罪 咒诅 疾病 死亡 耶稣已经为你死 为你流出宝血 又为你复活 耶稣现在活着 祂是救主 祂是生命的主 祂是永活的主 无论你是有 长期久坐 久站 磊壮 激震 症候群 或是你有肠病毒 肠胃消化不良 腰椎痛 屁股痛 或是坐骨神经痛 手指痛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奉耶稣的名宣告 任何在你身上的疼痛 现在要完全的粉碎 滚出去 统统丢到硫磺火壶去 再也不能回来 你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完全的得医治 得自由 得释放 你只会跟耶稣一样的健康 强壮 心胜 富足 耶稣如何 你就如何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那想要领取 祷告金的弟兄姐妹 可以订阅恩宠教会的 十个频道 或者是在神迹时刻的 YouTube直播 为五个弟兄姐妹来祷告 一个账号 可以领取一条祷告金 祷告金的领取地点 北中南 都有在神迹时刻的FB 以及神迹时刻的 YouTube直播 都有公告出来 欢迎弟兄姐妹 是来自于马来西亚 然后呢 这位弟兄姐妹呢 已经73岁了 然后她也就是跟着我们恩宠教会 看神迹时刻 听了 学了很多的祷告跟宣告跟领盛餐 然后呢 她有一天突然就发现说 她早上起来的时候 腰就非常非常的痛 然后她其实试过很多方法 就是剃药部啊 或者她说还有测试各种方法 可能是一些物理性的治疗 她说都没有好 所以呢 于是呢 她就想说 好 我要来看神迹时刻 然后她说她看的时候 刚好那集神迹时刻说 腰痛的人得医治 她当下就已经好了很多 可是还没有完全好对不对 她又再看第二次 第二次再看的时候 她早上醒来就已经完全的痊愈 而且那个痊愈她说是 她说是完全好的 感谢主 真的 你可以就是 当你听了一次神迹时刻还没有好 你就再多听几次 让自己更多的专注耶稣 更多的 就是让你自己的思绪 停留在神的话语当中 那今天这个见证呢 是一个73岁的见证 神就是要我们大家知道说 不管你几岁 就是神要使你完全健康 然后神要给你的应许是 一直都在 不管你几岁都永远不会废弃 永远不会改变 可能你已经有一些年纪 或说你疾病已经拖了太久 然后你可能已经放弃 那个痊愈的盼望 可是今天神要告诉你说 我要使你完全痊愈 神要告诉你说 就算你放弃了 我没有放弃 我会一直做下去 直到我成就对你所承诺的应许 阿们 谢谢耶稣 那我要来为可能是腰痛啊 或者是说 或说你可能是也是脊椎 不管是颈椎啊 还是腰椎 各个部位的脊椎 不管是受伤或是错位 还是侧弯啊 或是脊椎的变形 或是椎间盘突出 压迫啊 导致一些疼痛 神经痛 甚至有麻痹 或是影响你行动 或是大小便失境 等等的问题的 我要来为你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一切的那个错位 压迫或是侧弯变形 现在彻底的离开你 阿们 离开就是离开 阿们 因耶稣的边上 你得医治 阿们 因耶稣所受的刑罚 你得平安 你完全平安 你的那个神经传导 要进入神完全的平安 再也没有疼痛 然后你已经得医治 然后你能拿回你 就是掌管你身体的 那个主权 你不再受疾病的 侵害跟压制 你的行动 你的大小便 都要进入完全的自由 阿们 因为神使你活在 祂的超自然当中 然后奉耶稣基督 你宣告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如何 随着你的日子增加 你的活力也是增加 你的智慧 你的恩宠 也是逐渐增加的 你要改变你所相信的 你不要相信这个世界告诉你的 阿们 然后神要使你的身体 是烦恼还童的 阿们 然后你的身体要全面更新 要恢复 不止你的身体恢复 你也要同样的进入神 为你安排的美好计划 跟命定 阿们 神是不会后悔的 你依然要进去的 阿们 然后你不要害怕提高 那个期望 你会失望 神说盼望不至于羞耻 阿们 盼望不会落空 阿们 因为圣灵会不断将神的爱 浇灌在你的心里 你会知道说神爱你爱到 舍弃他最爱的儿子 你将不再恐惧也不再怀疑 你会知道你是神所爱的 你会知道神应许你的 必定成就 奉耶稣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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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耶稣 真的是不管你几岁 神的应许就是会成就 阿们 然后你所失去的年岁 祂也会不还给你 阿们 我现在要为现场做 有要求的来做带导 有异味性皮肤炎 有过敏的咳嗽 然后反复发烧 被炎 膝盖脚痛 然后还有被诈骗的 然后被诈骗造成的庞大的债务 或者是自己的投资的错误 产生的债务 然后这些心理压力 然后造成这些睡眠问题的人来祷告 在新约中呢 有十个长大麻疯的 他们远远的站着 他们只是高声的说 耶稣 父子 可怜我们吧 耶稣看见 然后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在他们去的时候 就得到了洁净 耶稣说 这是你的信 救了你 这真的很神奇 因为他们只是远远的站着 他们只是这样子的求告着耶稣 他们的大麻疯病就得了医治 因为耶稣医治 每一个有并且愿意来求告他的人 我现在要为皮肤疾病上的人来祷告 不管你是异味性的皮肤炎 你是过敏 你只是青春痘 褥疮 水泡 泡疹 褻麻疹 鼻皮险 霉菌的橄榄 长油的 然后脂肪瘤 黑色素瘤 甚至血管瘤 皮肤癌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因着耶稣的鞭伤 他那每一鞭 他的肉是被化开的 是深可见骨的 他是被打到那个 只能用单数的来形容他的鞭伤 因为耶稣的血肉已经是模糊的 你们身上没有任何一个皮肤病 是大过耶稣的鞭伤 耶稣既然已经付上了代价 你们的所有病就是要好 你们的皮肤病就是要好 就是要痊愈 他们是不可以在你们身上 有任何的停留 那叫做非法的停留 你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因着耶稣的鞭伤 你就是要得痊愈 神还有更好的 在旧月之中 有个叫乃曼的 当他的 他也是长了大蛮蜂 而且他的肉复原的时候 圣经上是说 他的肉是像小孩子一般 所以你们也可以 当你们复原的时候 你的皮肤 就会如小孩子一般的 滑嫩Q弹 感谢主 然后还有脚痛的 膝开关节疼痛的 你们要知道 你们的日子如何 你们的力量也如何 耶和华是你的力量 神使你的脚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你能够行稳在高处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然后还有咳嗽 反复发烧 肺炎 病毒感染 我要为你们的免疫系统 来做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你们的免疫系统要健康而且强壮 神的话语 行使在这些弟兄姐妹的生命中来运行 使他们的免疫系统有正确的判断的能力 能够做适当的运作 能够正确的判断什么是侵害他们 影响到他们身体的有害的病毒细菌 他们必会远离这些肿瘤 癌症免疫系统的疾病 病毒的攻击 任何有害的细胞 微生物都不能影响他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命令 这些免疫系统有关的一切的物质 咒诅黑暗的权势 都必须得离开 你们的免疫系统是按照神所创造的词句 再活过来 靠着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 你们的免疫系统能够正常的运作 圣灵是大大的运行在你们的里面 你们的免疫系统是健康而且健全的 Amen 然后还有你们遭诈骗的损失 然后人际关制的损失 生意事工方面的这些的受到的损失 或者是这些被诈骗造成的债务 然后还有自己投资的债务 你们心理上的压力 然后你们的睡眠不好的 我要为你们祷告 神说就算是蝗虫 男子 马扎 简虫 那些年所吞吃的 神都要补还给你们 Amen 而且你们是必多吃而得饱足 Amen 你们会赞美神耶和华所行奇妙的大事 神说他的百姓必不至于羞愧 弟兄姐妹 你们不要定你们自己的罪 你们不用为你们自己所做的错误的决定而感到羞愧 因为神他用保险将你们的过去一切都涂抹结尽了 神会将这一切的损失 无论是你的损失 你家人的损失 他都会补还给你 Amen 奉耶稣基问名 神他是公义的 他必报应那些诈骗你的 神将会将那些邪恶的队伍给除掉 Amen 而且你将要吃 而且你会吃得饱足 他会浇灌你 他会使你得着满意 你的河场必满有麦子 酒榨与油榨 必有辛酒和油是淫意的 这是神说的 而且神必为你说行奇妙的大事 他必按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用的 不管是你们财务 你们的工作 你们的学业 你们要报告的 你们的家庭都匆匆足足 你们只管信靠他 因为上帝给你们的应许一直都在 从来都不成落空也不成改变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神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感谢主 神的应许一直都在 神的恩宠一直都在 从没落空 Amen 我很感谢神 刚刚我在台下咳嗽不停 可是我们姐妹祷告说 你的免疫系统要被恢复了 Amen 所有的病毒细菌 不能在你身上停留 我当下Amen 我现在领受没有咳嗽了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感谢神 是神自己行了这个神迹启示 所以听见的都要得着 Amen 然后我接下来分享一个见证 也是从国外来的弟兄姐妹 她说她的前一个保姆是墨西哥人 有一天就是她的保姆头痛得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这位弟兄姐妹刚好呢 就看到神迹时刻正在为头痛的人 一直祷告 所有的祷告都是她保姆的需要 然后呢 她就马上用Google翻译成西班牙文给保姆看 然后她还把当天香香牧师的讲道翻译给保姆 然后保姆就边看边Amen 然后她就为保姆按手祷告 结果隔天保姆就很开心的说 她的头完全不痛了 哈利路亚 感谢主 然后呢还有一个弟兄姐妹她写来分享说 她的哥哥的女儿大概是两岁多 突然有一段时间呢 就是半夜都不敢睡觉 然后会尖叫大哭 像是有人在打她 在捏她那样子的哭嚎 然后口里还会一直说 怕怕怕怕怕 然后完全不敢洗澡 然后呢 她的妈妈就说 这个孩子应该是去刷住啊 所以她说隔天想要带这个小孩去收金 于是呢这个弟兄姐妹就对她妈妈说 妈 要找话 要找收金的话 要找最厉害的就是耶稣 她说耶稣 我们可以用奉耶稣的名来赶鬼 鬼就会逃跑了 于是呢她就征求她哥哥的同意 就进到孩子的房间 先去为孩子的房间做洁净祷告 然后呢为孩子抹油祷告 她说这是她第一次为人做这样子的祷告 然后她说会有这个勇气呢 是因为有一次她就是听见神迹时刻说 我们祷告不是我们多厉害 是耶稣自己在行神迹奇事 我们就只是送便当的 所以她当下就有那个勇气 拿起耶稣赐给她的权柄 放胆的去为哥哥的女儿祷告 结果当天她哥哥的女儿 没有再说怕怕怕怕 而且在夜里完全平安入睡了 祷告 哈利路亚 神已经赐给你权柄 可以踐踏舌和蝎子 还可以踐踏除命 魔鬼的作为 你只要放胆去做 行神迹奇事件一能的 就是耶稣 所以今天我要为 如果你是会怕黑的人 会怕鬼的人 我现在要为你祷告 我奉耶稣的名 耶稣已经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 祂已经使魔鬼的作为 完全失败了 你和你的家 都是属于耶稣的 魔鬼不能够靠近你 也不能够伤害你 魔鬼在你的家 是无权无分无地位 祂不能躲藏 也没有任何立足之地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破除所有的黑暗权势 现在立刻释放 天堂的氛围 进入到你的家 神的光现在进到你的家 光进来黑暗就要完全除去 所有的惊吓 莫名的恐惧和害怕 现在立刻离开 滚出去 谢谢主 神的保护一直都在 神的保护和平安 现在就要充满你 你的家中有超自然的亮光 你的家有超自然的保护 我奉耶稣的名 你住在基督里 就是住在全能神的翅膀的硬下 阿们 你就不在黑暗里 你必醒在光中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只要拿起犬饼 必能灭除魔鬼的作为 阿们 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个 失而复得的见证 这位姐妹在美国 她是在半夜 跟我们分享这个见证的 她说某一天晚上 她找不到女儿的祷告金 有一点紧张 因为她女儿常常需要 拿着祷告金睡觉 才不会做噩梦 所以她怕女儿 无法好好的入睡 可是平常放在床头的祷告金 就是突然找不到了 心里觉得不太平安 然后呢 后来她在整理她皮包的时候 又发现她戒指怎么不见了 她翻过了背过的包包 都没有找到 然后她开始怀疑说 是不是前一阵子去旅游的时候 留在饭店 还是掉在哪里了 一直在想说 那个戒指当初多少钱买的 我现在还要再买的话 要花多少钱 就开始胡思乱想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跟老公开口说 说结婚戒指可能掉在夏威夷 然后她觉得很崩溃 整个人非常的慌张 我也替她觉得很慌张 后来呢 她试着冷静下来 她开始在心里说 主耶稣 我的婚戒对我好重要 意义重大 求你拜托你帮我找到她 我不能没有她 这是她心里面的对白 她没有说出来 因为她很慌张 所以呢 也没有很完整的祷告词 后来在某一个房间 看见一个新买的包包 她随手翻了一下 没有想到这个婚戒就在里面 就好好的放在最里层的袋子里 她觉得太神奇了 因为她没有印象说 她有把戒指放在这个包包里面 然后她想着说 既然婚戒找到了 那祷告金是不是也能找到呢 结果很奇妙的是 她一转头 就发现祷告金 就在那个房间的桌子上 她深深地感受到 上帝跟她同在 原来她心里面想的事情 还没说出口就已经被看顾了 然后她感谢耶稣 保护她 看顾她所有的产业 当我们觉得快要失去 生命中就是很重要的人 或事物的时候 那个时刻一定是会很慌张的 然后上帝就是你在慌乱中 安定下来的力量 不管你的东西遗失在哪里 或是你的人生中 曾经失去过什么 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找回来 阿们 我们不要关注在失去 我们要的是失而复得 阿们 倚靠神就是会减少很多的担忧 还有这位姐妹的女儿 感觉应该年纪还蛮小的 然后她就已经认识上帝了 因为她有信心 她有信心 有上帝在她就不会做噩梦 她已经在建立跟神的关系 阿们 信的对 活的对 就是能活出神的荣耀 然后像我自己呢 是这几年才认识上帝 所以在之前会被很多奇奇怪怪的信念挟制 还好就是上帝为我赎回时间 阿们 虽然我比较晚认识上帝 但是我一样领受了满满的恩典祝福 阿们 因为神的应许跟恩宠其实一直都在 阿们 所以还不认识上帝的人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最后呢可以跟着我们的传道一起宣告 让上帝住进你的心里 阿们 阿们 我们今天要为有物品遗失的 还有健忘失智 以及常常做噩梦的人祷告 奉耶稣的名宣告 即使在睡梦中邪灵撒旦也不能靠近你 阿们 在任何的状态下你都蒙受神的堪顾 阿们 即使有失去的 神也会加倍补还 阿们 上帝除了保守你的产业 也要增强你的记忆力 阿们 你的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阿们 所以你的年纪越大 力量也会越大 阿们 你会打破错误的信念 辖制 活出命令的恩典荣耀 阿们 奉耶稣的名宣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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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 今天我要代表教会 释放本周神要对你说的先知性话语 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的应许一直都在 从来没有落空跟改变 阿们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无论多么的多 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神说祂要为你成就 就是为你成就 绝对不会改变 也没有收回 而且 祂给你的各样的美善的恩赐 和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祂而来的 祂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你不用害怕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如何 而你的日子是什么呢 你唯一要做事就是 定睛耶稣 看见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 阿们 你就知道你的力量 也可以跟神一样的枪壮 而神在天上如何 你在世上也如何 阿们 接下来我就要为线上祷告 为线上有提出代祷需求的 弟兄姐妹祷告 奉耶稣的名宣告 无论是有肺炎或是乳房肿化 或是任何的癌症 任何的癌细胞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如何 你的日子就是强壮的 你的日子就是你的细胞强壮 那一些不好的细胞都要变得微小 你的力量是强壮的 因为耶和华在你的里面 耶和华强壮的力量在你的里面 你的神已经以他的软弱 神已经以他的强壮代替你的软弱 阿们 你羞耻羞愧的日子要过去了 阿们 你必刚强壮胆起来 阿们 我也为那有颈椎或是腰椎 或是有任何就是骨头问题的 你都不用害怕 因为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 已经为你受鞭伤了 他的骨头 一根也不掉落 所以你的骨头也会强壮 阿们 一根也不掉落 而且神已经为你受鞭伤了 所以你就不用再承受那一切的疼痛 耶稣已经代替你受了那刑罚 你在基督里你有平安 你有自由 你能够领受那个医治 你不用做很多很多很多 或是你要做什么什么 你才可以领受医治 耶稣就是爱你 他要使你领受他的医治 阿们 我也要奉耶稣的名宣告 那个耳朵不舒服 或是偏头痛的 或是手麻脚麻的 神没有说这是小事 对神来说没有一件事小事的 对神来说 你是他宝贝的女儿 你每一个小事 神都在乎 他不愿意你承受任何的疼痛 疾病 因为疾病要在你身上 无权无分无纪念 你是依靠耶和华的 在耶和华里面 你一样好处都不缺 阿们 所以那一切的不舒服 那一切的好像 看起来好像可以忍受的 神说你都不用忍受他们 阿们 你只要奉耶稣的名宣告 疾病离开 阿们 疾病离开 你是健康的 你是强壮的 阿们 你就必得医治 阿们 我们也为那一切 不论你是需要业绩的 或是你需要一个好的机会的 或是面世的 你都要得着那一切好的机会 阿们 因为机会的大门 神已经为你开启 阿们 你就是那个蒙恩宠的人 你不用 你不是 不是 就算你不是那个 那个很努力很努力去 得着这一切的 可是神说 我就是要使你蒙恩宠 你不用做对一百件事情 你只要做对那一件事情 就是跟随耶稣 与神同工 神就使你在对的时候 出现在对的位置 遇见对的人 神为你拆派天使天君 一切你所需用的 就来到你的面前 你只要领受就好了 阿们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宣告 这一切都必成就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耶稣 那我今天也要分享 两位弟兄姐妹 她们 请我们带导得一致的见证 有位弟兄姐妹她的父亲 她说她父亲 临时的突然胸闷胸痛 极度的不舒服 然后就请神机时刻的团队来带导 后来她就写见证过来说 感谢大家 她父亲的胸闷的症状 已经完全的消失了 阿们 感谢大家的带导 然后另外一位弟兄姐妹呢 她也是请大家 为她朋友的父亲来祷告 因为那位父亲她的呼吸困难 被送到了急诊室 而且还进入了家户病房 然后呢 她说她刚刚跟那位朋友联络了 知道对方的爸爸 现在恢复的非常良好 而且可以进食了 再过两天就可以换到了普通病房 感谢主 然后也感谢大家的带导 我们神机时刻的团队呢 不是只有礼拜天现场直播 才会为各位来带导 我们只要看到各位的留言 我们都会立刻的奉耶稣基睿名 为你们的需求来做祷告 然后圣灵也会为你们来祷告 欢迎大家留言 然后写真正过来 让我们一起荣耀神的名 那我现在呢 要为有任何有胸腔有心脏病相关的疾病 来祷告 不管你是心血管的疾病 有动脉的硬化 高血压 心肌梗塞 心律不整 周边血管疾病 动静脉 揉管狭窄 二肩半脱水 心脏衰竭 心悸 灌动脉疾病的人 来祷告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 有一个罗马的士兵 他用长矛刺向耶稣的肋旁 耶稣的血和水 从他的肋旁流出来 这个血和水呢 就是要给你们救赎 给你们重生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耶稣所付上的代价 他是远远超过你们所有的 一切的心脏的疾病 一罪不两罚 这些疾病 这些病痛 在你们身上 就是无权 无分 无地位 因为所有的疾病 都是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十字架已经完工 耶稣已经瘦了 神所应许你们的健康 就必定要成就 你们就是无病 无痛 完全的健康 Hallelujah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耶稣已经为你的一切付出代价 神给你的应许必定要成就 Amen 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如何 Amen 感谢主 那我要来分享医治的见证 有一个弟兄姐妹 她写见证进来 她说她以前的肠胃消化系统是非常不好的 她想要去做健检 又觉得健检好贵喔 她就一直犹豫着 要不要去 但是天父就感动她去 她也相信天父一定会供应她一切的所需 她就跟医院约了做检查的时间 也感谢主 当天她的报告结果就出来了 结果都是非常的正常 她就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因为她在检查前 她采用的是没有纤维的饮食 她也做了无痛的肠胃镜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所以她在回家的时候就很开心 她就煮了两道高纤维的蔬菜 结果没想到她吃下去 她的胃就开始疼痛了 她在睡觉前她就想说 我来按手祷告 我再祷告 就会好了 然后她就睡着了 在第二天晚上 她又吃了大量的高纤维的蔬菜 这一次她是马上感觉到 反胃想吐 她在床上她就疼痛不已 当下她就决定了 我要打开神迹时刻 并且拿起祷告金 把它按在我的胃 按在胃的部分 她就边听边祷告 神奇的是 当下她的胃痛就止住了 她就得痊愈了 她也可以安舒的睡觉了 一直到现在她的胃都是非常健康良好的 感谢主 我们的主就是这么的好 舍不得你多痛一分一秒 那我们也是一起来做祷告 无论弟兄姐妹 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 已经代替了你 承担了一切的罪 定罪 咒诅 疾病 死亡 耶稣代替你了 所以你不用再承受这些痛苦了 耶稣为你死 为你流出他的保血 为了拯救你 使你脱离罪的瑕疵 又为你复活了 耶稣他战胜了死亡 战胜了黑暗的权势 耶稣他现在活着 他是你的救主 他是你生命的主 他是你有活的主 无论你有手指痛 或是耳朵痛 肚子痛 肠胃炎或是肠病毒 感冒造成的喉咙痛 心痛 生理痛 牙痛 腰痛 脊椎痛 坐骨神经痛 或是骨髓 骨节的疼痛 任何身上的疼痛 现在凤叶说明完全粉碎 滚出去 通通要离开 不能在你身上停留 全部丢到硫磺火壶去 再也不能回来 阿们 你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要完全得着医治 健康 得自由 得释放 阿们 你只有耶稣一样的健康 强重新盛 神已经为你预备最好的祝福了 一切应许 在基督耶稣里都是阿们的 阿们 耶稣如何 你就如何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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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绝对不会错过 上帝要给我们的好机会 好恩宠 很蒙恩宠 嗯 接下来我要 分享一个见证 是我们有一位弟兄因为工作的需求 他需要考无人机的证 操作证 类似考驾照 但这个在台湾其实很特殊 所以考证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其实是很难 然后 而且很难考 他说他其实每两年都需要 重新鉴定一次 考试又分笔试跟数科 他说还好每一次的笔试 都在天赋给的预备策略下 总是事半功倍 都可以很顺利的考过 通常男都是卡在数科 也是最多人卡关的地方 他说今年他在这件事上 特别经历上帝的恩宠及带领 所以特地写见证来 他说他第一次的数科 是选在离家境的考场 但他却竟然因为导航失灵最后才到 所以排在最后一个考试 然后他惊讶的发现合格率低的离谱 他前面的四个人只有一个通过 而且还是重考 至于其他三个人通通是不及格 但也因为这样 所以他得失心就没有那么重 果然换他考的时候 虽然他没有重大失误 可是考官还是没有让他及格 不过他心中仍然有平安 所以虽然没过考完了 他还是去找了同行的朋友 经过朋友的指点 朋友建议他改去另一个考场考试 不然就算他不断重考 仍然无法满足现在这个考官的期待 很快的他换好考场重新报名 也开始准备他第二次的数科考试 这次他就提早到了 还有了时间可以先练习 练习当中 竟然还有位大哥在旁边看他练习 还提醒他操作上的问题 特别是高度的问题 原来考试规定必须飞高20米 但是他的飞机飞到18米左右 就因为系统限制没办法再飞了 连场边的工作人员都说 之前就有考生遇到这样问题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他听到百感交集 又没有办法换飞机 因为飞机很贵 考试也没有提供飞机给你 但他没有慌 他很快的就联系上无人机的公司 告诉公司他正在考场遇到的问题 因为时间紧迫 考公司的业务直接教他如何破解系统 让他能够硬考 所以后来他当然顺利考过啦 而且原来那个练习时遇到的大哥 就是当天的考官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恩宠他 因为能在考试前遇到贵人指点 而且能够联系上公司 并且愿意解决他所遇到的问题 他说他知道 这就像香香牧师讲到说的一样 真的是白白上帝的恩宠 他不用花大钱或是等很多个月 就能够考上 所以现在威尔卫有需要考试面试 或是你需要有好机会 想要蒙恩宠的人祷告 奉耶稣的名宣告 神应许你的好机会 你永远不会错过 即便你以为错过了 神仍然可以为你赎回时间 你要知道你是有耶稣的人 你不是一个平凡的人 你不是一个普通人 你是有耶稣的人 你是有耶稣这个宝贝在你的瓦器里 别人看到的不是你 乃是看见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就是蒙恩宠的人 机会的大门总是为你开 大家都好想跟你合作 因为你身上就是有恩宠的光 因为神的光与你同在 王要追着你 黑暗自己也要跑掉 并且你的果子为首已先绝不掉落 你所期待的一切 神都为你预备好了 你要知道你就是蒙恩宠有聪明的人 你不是那种 你不是愚笨的 因为你的愚笨已经跟神交换了 神将他的聪明给你了 感谢耶稣 谢谢耶稣 你就是这么的宠爱我们 这么的疼爱我们 将为我们留下一切的好东西给我们 因为你将一切的好处 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 谢谢你恩待每一个听见的 相信你的儿女 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就是我们永远 不会错过神 预备给我们的祝福 阿们 阿们 我们永远都是蒙恩宠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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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得干干干净净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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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耶稣的保险已经遮盖你了 没有任何不属耶稣的东西可以在你身上继续的停留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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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掉你的皮膚过敏 打掉你的糖尿病 打掉你肠胃的疾病 打掉你那个肠胃的出血 打掉你的痔瘡 打掉你肺里面的那个癌症的肿块 完全的破碎 完全的打碎了 因着耶稣所完成的 你可以进入完全的平安 那个疾病的黑暗 现在已经完全离开你了 你不需要害怕 然后在你就大肠镜检查的时候 你要知道说在审判的日子 你坦然无惧 神会使你坦然无惧的 因为祂如何 你在世上也如何 耶稣那个肠胃是何等的干净 你的肠胃也是如此 不会长不该长的东西 然后那个多长的都会自动的消失 然后那个疾病晚期的 你也不要担心 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阿们 祂要将祂的那个救恩显明给你 然后要使你活到满足 阿们 只要你活得还不满足 神就会帮你处理掉这个疾病 阿们 因为神已经救赎了你 你不要害怕 在晚期的疾病都不是神的对手 阿们 问题不大耶稣最大 阿们 耶稣大过一切你不用害怕 阿们 阿们 然后你要知道你是神所爱的 你每一天都可以在神的爱里面 在祂的宝宝里面 好好的休息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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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 我们就是可以得享神儿女的荣耀 阿们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 接下来我要带你一起做这个祷告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祷告 我讲一句 你讲一句 亲爱的耶稣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邀请你住到我的心里 邀请你住到我的心里 成为我的帮助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天上的父亲 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 领受你的祝福 领受你的恩宠 我不再是在祝福以外的人 我不再是在祝福以外的人 我就是那个领受祝福的 一切都不是刚好的 不是偶然的 乃是神祢为我预备的 谢谢耶稣 我也谢谢祢 赦免我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 赦免我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 无论我知道的或不知道的 无论我知道的或不知道的 我知道祢都要帮助我 我知道祢都要帮助我 洗尽我一切的罪 洗尽我一切的罪 使我重新得力 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一个领受更美好生活的人 就是已过 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 谢谢耶稣 让我的未来充满期待 充满美好与盼望 我是神的儿女 是神家中的人 领受产业的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神 你刚刚如果跟着我们一起做这个祷告 你知道你现在就是神的儿女 你就是神家里的人 所以我们刚刚所宣告的每一个祝福 你都是可以得着的 你不是在这些祝福以外的 你就是那个蒙恩宠有祝福 领受产业的人的 阿们 而且不要忘记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如何 你知道你的日子如何刚强壮胆起来吗 就是常常听神迹时刻 你就知道 哇我的日子是可以这么美好的 我的日子是有盼望的 不论癌症是初期 中期 晚期 对神来说都是医治 在神的医治来当中 在神的医治当中 没有分大跟小 神说我要医治你 就是医治你 阿们 神已经为你受鞭伤受刑罚 这个已经就是完成事 神已经将医治要给你了 你只要领受祂就好了 阿们 阿们 好 所以如果 你今天是第一次看神迹时刻 不管你是碰巧偶然 不管哪一种你要知道 都不是碰巧的 这就是神要给你的祝福 阿们 你就是领受祂 所以请不要忘记帮我们 按赞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下一次 当神迹时刻有新的影片上架的时候 就会通知你 你每一个祝福都不会错过 阿们 感谢神 也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也欢迎你 不论你在世界各地 你都可以加入我们 如果你目前没有任何为生的教会 你很想要有一个属灵的家 欢迎你可以加入恩宠教会 你可以透过脸书留言 或者是在YouTube留言与我们联系 欢迎你可以加入恩宠教会 跟我们一起更多经历上帝的祝福 加入恩宠教会的云端小组 让你的带导事项可以被团队祷告到 甚至是你也可以成为那个祝福别人的人 成为那个为别人祷告的人 因为领受祝福会有更多祝福 为别人祝福你也会有更多祝福 阿们 好 感谢神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